庆祝台铁成立137周年 也是台铁转型公司化第一次举办铁路节 6月3号是在花莲站前举办庆祝活动 台铁表示转型公司化之后 会持续提升对东部地区的运输服务 并且以展新未来为主筹 以最安全乘车品质守护乘客旅运安全 欢庆台铁成立137周年 也是台铁转型公司化第一次举办铁路节 6月3号在花莲站前举办庆祝活动 首先由花莲妇女家庭合唱团 带来一系列歌唱表演还有非洲谷演出 和现场民众一起欢庆台铁137周年 台铁表示转型公司化之后 将持续提升对东部地区的运输服务 以最高格的乘车品质守护乘客旅运安全 台铁公司之后我们成立的东区运营处 辖管的范围就是从我们宜蘭县的最北边 也就是石城车站 一直到我们的台东县 最南端的一个车站 古庄的号制站 那这中间的里程总共横跨了356个公里 然后我们管辖了62个车站 那其实我们管辖的区域横跨了 宜蘭县、花莲县以及台东县三个县市 可以说是整个东半部的铁路 都有我们东区运营处来负责 面对未来我们还是东区运营处 也还是会继续在地方继续跟营回馈社会 那不管是你是住在都市的民众 或者是偏乡的居民 都是我们一直以来要服务的对象 未来我们还是会将我们的铁路运输工作扮演好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交通运输环境经营得更好 137年铁路节活动 中央地方代表出席踊跃 许多台铁退休人员也都回娘家共同庆祝 台铁表示 转型公司化后 对东部地区服务不会因为改制而有所改变 人会全心投入最热忱精神和最安全车车品质 并以增进全民利益的崭新服务为目标 为全民带来更安全更美好的服务 迈向永续经营 一同打造更好的交通运输环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